这个是呢 比如说我们的玻璃 你要给它套用一个质感 你用一张图贴进来融合它的本身的质感 那我们就是取刚刚给各位的贴图里面找一张 我们把它加进来看看 那各位你看一下我们在做 那么首先呢 一开始的时候啊 那么这边你要先使用 刚刚是使用颜色嘛 现在你要改一下要使用贴图 使用贴图 这第一点 第二点 使用贴图呢 底下呢 就会有一个栏位要你按下去找图片了 对不对 你按一下以后啊 按一下呢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有做过 所以呢 它就直接让我改了 你们按下去的话呢 照理讲是会出现这个东西 你们第一次做的话按下去 它会直接请你选档案嘛 那你就选我们刚刚call给各位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们有没有生锈的金属 有没有 有吧 反正你们用你们现成的 甚至于你们去网络上找 都可以 看你们现在有什么图片 就用什么图片 没关系 好 那我们呢是 等一下呢 如果你call了我们的档案以后呢 你这里面随便找一张来用也可以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就找其中一张 找这张好了 假设我找了这张 找了这张进来之后 它就会停留在这个画面 啊 停留在这个画面 这是正常的 你图一贴进来 它会先进到这边 让你去做修改 没有要修改的话呢 你就回到副层 上面这个记得 这个就是回到上一层的意思 找到了吗 有没有看到 对 哦 你看就回来了 所以你按一下 按这个按钮下去 你要先使用贴图 先使用贴图 这边按下去找图片 图片找完 回到副层 你就看到这里了 这个东西究竟 究竟要清楚 还是怎么样 可以让它觉得能够达到你的要求呢 至少先从这两个来做调整再说 这两个 比如说你各位现在看到的 你现在都看到的情况 那我调整的状况就是 反射呢 这个滑杆呢 我大概到中间 左边一点点这边 而片数呢 就到把它拉到顶了 拉到顶了 所以呢 从这边啊 你都可以先大约的看到一个效果 呈现怎么样 你看到你的质感有上来了 有上来了 那么你再直接的去渲染 试试看 看出来的效果如何 不好 那你就呢 等它跑完 你再去做一些修正 来 我们交给各位 所以呢 你看你现在call了几张图 有几张可以用 去用那几张 或是用你原来的 用你原本的来做 看你我们之前不是给各位金属吗 或是生锈金属 你都可以拿那个来尝试做做看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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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